好 你就給我一個最輕鬆的 還不要反動我的重點是 幫你客船 只要拍背喔 OK 好 我們要全程背對大家訪問 傻眼 不只是背 也要看一下那個腿啊 對不起 我們難免還是要聊到華燈 這也是大家最關注的 因為三月終於要第三步要 三月十八號 等好久了 有什麼能透露的嗎 除了地道 今天大家難得相會嘛 對不對 我就不要問兇手是誰了 那題目太太老了 誰幹的 你告訴我 會有 因為我每次見到你都要問一次 他會 人會鬆動的 就你一直跟他說 來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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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搞不好回家想一想就說 沒辦法來一下就好了 我上次跟你講的時候說有還是沒有 你上次跟我說考慮 你考慮完了沒有 考慮我們有在 有這樣的想法 對 但是最主要還是要看劇本能不能寫出來 可以前傳嘛 對不對 就是前面發生的 當然我們還是很好奇 就吳康仁為什麼從男的變女的 就是他有一個轉折嘛 可以拍啊 什麼 又罵不小心講出什麼東西對不對 搞不好其實第三部有一點 不是不可能 但是他說他必須要想出更好的東西 包括那第三季已經死了一個人 那第四季總不能再死一個人吧 就是不要為了拍續集而不停地重複一些 老梗的東西 所以他說給他時間想一想 如果他真的可以想到更好的一個故事 然後我們大家都覺得很OK的話 應該就是可行的 其實我給了他幾個角色 讓他選 對啊 他說跟我說最輕鬆的 哈哈哈哈 他說你就給我一個最輕鬆的 然後反正我的重點是 幫你客船 然後並不是說怎麼樣的角色 他說你不要給我太累了那一種 然後我一決定他要演那個 馬天華 我就問小杜說 馬天華最後怎麼樣 他說沒有我還在寫 我說就到此為止 不要再寫下去了 你寫太多要等一下不演囉 以前幾次又又要拍馬尾 那我不小心爆雷那時候呢 爹地 還好啊 爹地說的話 反正就聽了就算了 所以沒有人立刻打電話問 怎麼會這樣講這樣 沒有耶 因為很多各式各樣的版本 兇手的版本啊 我昨天才在那邊看 我就完全沒有看 用聽的各式的 各個領域的人 職業的人 然後在分析 這兇手怎麼怎麼 然後就講得很頭頭是道這樣 我覺得蠻有趣的 就我的好朋友 還試圖想要灌醉我 然後看看我會不會說出什麼 我說不可能 不知道 連我老公都不知道 他沒有 他只看他自己的 我沒有聊天全部啊 因為戲裡面 他本來就在找兇手嘛 所以他也不需要知道 兇手是誰 所以他有問你 他有問我 然後他說算了 你不要說吧 我自己猜 我什麼都不能講